大家好,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英國通靈師兼預言家派克在11月4日對2024年世界局勢作出預測,包括美國大選、俄乌戰爭、以下衝突、中俄新聯盟等,派克甚至還預測了習近平已經患有重病,但是被好的掩蓋了。好,下面我們來了解一下。 節目一開始,派克就說這段視頻是錄製在10月尾,但是播出這個視頻怎樣都要在11月5日左右。派克說,我一直關注世界事件的發展,我記得我最早發表預測視頻是在大約2015年左右,我開始公佈視頻是在1998年左右,當時互聯網剛剛開始興起,大約在2015年左右, 我開始預言俄羅斯和中國會結成聯盟,而這一個預測正逐漸成為現實。這是我最早的預測之一。我認為俄中聯盟目前非常重要。 接下來,派克提到對歐洲的預測。 2024年和之後仍然會有大量移民湧入歐洲,歐洲會因此發生社會動盪。 移民問題仍然會主導2024年及之後的新聞,直到歐洲改變批准歐盟成員國之間的自由移動政策為止,因此將會出現更多遊役政策的大幅轉向。 歐洲的社會主義政策將會轉變傳統的價值觀。歐洲會發生更多的街頭暴力事件。 法國和德國的多元文化主義被視為失敗。瑞典有時幾乎陷入了完全沒有政府狀態。 2024年歐洲恐怖主義上升,在法國、瑞典、德國的一些地區會出現白律和秩序的崩潰。 這些地方會受到恐怖主義的襲擊。2024年巴黎夏季奧運會將會受到伊斯蘭組織的多次襲擊。跨性別運動員會不允許參加這次運動會。 在長遠看,歐洲會分裂,即使不一定發生在2024年,但歐盟最終分裂為一個以德國為中心的東部聯盟和一個以法國為中心的西部聯盟,以及一個北歐聯合會。 歐洲經濟在今年會出現下滑,歐洲貨幣會走弱。 隨著俄羅斯與中國之間友誼的加深,違背了印度的利益。 印度會與俄羅斯分度揚標,停止在俄羅斯購買軍火和國防裝備,進而轉向西方,與美國、歐洲、英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2024年,印度會因巴基斯坦問題而與中國與俄羅斯發生大量爭執。 但我不認為會發生全面戰爭,莫迪仍然會保持領導地位。 巴基斯坦會發生大洪水,即使存在政治分歧,但印度對巴基斯坦伸出援助之手。 在長遠看,印度與巴基斯坦將會再次成為朋友,並最終合併,即使這不一定發生在2024年。 印度將會在世界舞台上開始佔路頭角。 在遙遠的未來,印度將會逐漸擴大它的邊界,成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之一,對世界未來產生非常積極的影響。 中國房地產市場將會發生大規模崩盤。 中國經濟正在下滑,還會影響世界經濟。 我看到未來的各國經濟將面臨相當困難的時期。 特別是有很多與中國有關的政治腐敗被揭露,涉及歐洲、加拿大、澳洲、非洲等地的賄賂行為。 所有這些都會被曝光。 派克話見到很多國家對中國採取限制措施,中國干涉多國選舉的行為,引起騷亂和不滿。 這不一定發生在2024年,但我認為將會發生。 習近平生病了,他的病情嚴重,但被隱瞞了。 中國會發生第二次革命,我覺得這與習近平的疾病有關。 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分歧,可能最終導致動盪,足以令他下台。 但我不認為他會死。 最終中國將會看到中國共產黨的終結,實現民主,這個或者會在更遠的時間。 但,而不是在2024年,中國會分裂,例如西藏獨立、香港獨立,就像今天的歐洲那樣運作,作為好友的國家聯盟。 菲律賓領海的領土爭端,緊張局勢正在升級。 這將會成為2024年的一個大問題,其他國家也會捲入其中。 澳洲軍旅盡住菲律賓。 中共政治賠賂被披露出來,並且會引發大規模的醜聞。 杜魯多捲入其中,拜登捲入其中,來自中共的賄賂,會改變政治局面,引起分歧。 只可以說如果真的這樣,那麼這個分歧來得有點遲了。 來自中共的資金流入普內湖,試圖通過愚蠢的覺醒主意,和政治正確來製造更多的混亂。 我看到這筆資金也在中國之間來來往往。所有這些會被曝光,會引起對中國的很多不滿。 可能會導致終止與中國的貿易協定。 中共會對西方發動大規模的網絡攻擊,可能會破壞銀行系統,令他們無法使用信用卡等。 這些與以色列的戰爭也有關。 與俄羅斯在以色列的參與,以及中國秘密支持有關。 這可能會影響網際網絡的整體運行。 我之前預測過將會在2023年10月發生台灣戰爭。 我現在仍然認為這可能會發生。 或者我搞錯了時間。 也有可能是2024年10月左右美國大選的時間發生。 未來將會有一個非常混亂的時期。 香港會再次爆發騷動和強烈的鎮壓。 這次會非常嚴重。 這可能會與台灣戰爭同時發生。 我見到香港出現不少問題,包括糧食短缺,一些高樓大廈著火。 我認為香港的大火背後有一些政治因素。 戰爭會持續下去,陷入僵局。 這種情況可能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這會是一場持續的消耗戰。 2025年俄羅斯會規劃烏克蘭一些土地,但不是全部。 我預測普京會很快去世。 我覺得他的去世迫在微節。 我們將會聽到他的心臟病發作。 普京去世可能會是一個轉捩點。 可能是結束這一切的時刻,整個局勢將會發生變化。 曾經有美國保守派的時評人在戰爭初期就預測了這場戰爭最後的結果。 烏克蘭將會變成很小的一個國家。 領土將會被幾個周邊國家劃分。 川普將會贏得今次大選。 他會有一位女性副總統。 他得到女性選民和中間選民的支持。 在此前,川普將會有一次健康警暴,但不會影響選舉。 拜登將會在大選前籍被罷免。 我覺得可能與疾病有關。 我看到他幾乎在最後一刻,在舞台上被抬走。 我覺得有一段很短的時間, 卡米拉、哈利斯會掌權,然後匆忙找新的候選人。 但好奇怪的是,我看到拜登團隊 將會採取某種方式,赦免維奇解密的創辦人 朱利安·阿桑吉和斯洛登。 在這個聯盟裡,中國會是主要成員。 俄羅斯也是成員。 北韓會加入這個聯盟。 這個已經開始發生了。 他們向俄羅斯出售軍事裝備。 伊朗也是這個危險劣盟的一部分。 伊朗是中東發生的很多事情的幕後推手。 俄羅斯會在中共的軍事幫忙中受益。 同時也會向中共提供一些軍事硬體技術。 例如太空技術和軍事交付系統來講明中共。 中俄正努力瓦解西方。 這是通過許多渠道進行。 已經有許多資金投入其中。 烏克蘭和中東的戰爭和這個大局有關。 戰爭會升級。 我在之前就講過。 伊朗負責武裝哈馬斯和真主黨。 這已經在新聞中有所報導。 但我亦預見到俄羅斯將會提供新的飛彈技術。 例如通過伊朗傳送到黎巴嫩。 甚至約旦河西岸。 進一步令以色列周圍的戰爭變得更差。 以上這些是派克對未來的政治和戰爭方面作出的一些預測。 我們就觀察吧。時間可以證明一切。 好。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談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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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